早安你好 我是杨韵慈 欢迎收看10月4号的大爱全球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昨天凌晨发生在台中大雅中和六路的工厂大火 两名消防队员深入打火因工殉职 不过根据了解他们深入的这占地千坪的工厂 分别是免洗餐具物流中心还有生产纸器的工厂 不仅是违章建筑占用农地 而且更因为没有使用执照 所以消防员是没有图纸可以了解建物结构 也因为不符合法规大量的堆积易燃物 又没有设消防设施 才会导致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更让两名打火英雄葬身火苦 火场弥漫悲伤沉痛的气氛 还原经过10月3号凌晨工厂猛烈闷烧 消防队在1点53分抵达 确认无人受困之后为防止延烧 在2点50分派谢志雄跟张哲嘉拿热显向仪进入右侧厂房 侦测温度及火点 经过10分钟无线电都没有回应 救援小组立即开始搜寻 冒险搜救最终在8点多 两名消防队员陆续被发现时已经亡生 据了解占地广大的工厂 分别是免洗餐具物流中心 以及生产纸气的厂房 在农地上做生意 业者乘租赶建厂房却没有使用执照 整栋都是违章建筑 如果说确认它是违反土地使用 在农业区的土地使用的话 我们会依照都市就要把相关规定来做采访 以台中市来说 从2015年开始 农地违建查报大约5900多件 碍于人力经费拆除进度缓慢 大雅工厂火警烧出农地违建问题 两位打火弟兄就死跟家人天人永隔 代价太过惨重 大约新闻官员伯吉宗台中报道 两位因公殉职的打火英雄 都是西屯分队特搜人员 谢志雄与张哲嘉 张哲嘉的哥哥同样也是消防人员 听闻弟弟殉职二号是难掩悲伤 而谢志雄有一个两岁儿子 太太目前更怀有双胞胎 从听闻先生失联的消息 黑夜就一直挺着肚子 一直守在外头 但未来养育子女 胜太太的一肩挑起 令人鼻酸不舍 两人的遗体陆续移出火场 在场的同袍尽礼送别 两人同在西屯消防分队工作 33岁的谢志雄 有个可爱的两岁儿子胖宝 父亲节他在脸书开心分享 他又快要当爸爸了 因为太太怀了双胞胎女儿 但这场意外来得太突然 谢志雄的太太是乌日分局三合所的园警 他挺着大肚子整夜守候在现场 但结果让他心碎 从今以后只剩太太一个人 要如何面对 是不是之后也会想办法 把他们照顾 对啊 肚子里的孩子 对啊 一定会想说帮忙 现在就是太太怀孕了 可能就是年底才会生成 而另外一位殉职的 是32岁的张哲佳 还没有结婚 未婚妻在台中慈悸医院 急诊室工作 原本预计明年就要结婚 而他的哥哥同样也是消防人员 积极热光 然后热心 有责任感 意外发生后 脸书上涌入同袍的哀悼 希望他任务结束 一路好走 一时间失去两位好同事 好哥们 西屯消防分队 弥满悲伤气氛 在分队的时间 一定都比在家里的时间还久 所以每位同仁的感情都非常的好 那分队的同仁听到这种状态 也是非常的难过 许多人哭红了双眼 以后再也无法一起出任务 大约新闻 张俊玲星红台中报道 两名打火英雄 其实还是队上的特搜人员 代表他们要接受 更为繁重与专业的训练 不过外界也质疑 他们进入的是 无人受困的火场 其实并没有 立即性的救命必要 却因此葬身火场 另外他们当时 是带着所谓的热险象仪进入 这个热险象仪 就像是消防员的第二双眼睛 在不满黑烟的火场中 替消防员定位起火点 还有受困者 只是火场里瞬息万变 仪器终究只是辅助而已 火在现场往往不止大火 还有浓浓黑烟 伸手不见五指 火在燃烧之后会有温度 那一些碳氯质还没有燃烧 它是黑色的 光线没办法穿透的 但这一台热险象仪 能够穿透浓烟 是消防人员在黑暗中的 第二只眼睛 侦测出每一个火场里面 它有不同的戒指 那它出来的那个热度会不一样 所以它会显示出一个轮廓出来 对 它显示出来 就是一个人的轮廓躺在那边 因为它有稍微身体有微热 第一时间可以发现受困民众 争取救援机会 这显象仪也可以侦测火场中 温度最高的地方迅速灭火 这显象仪可以录影8小时 测温范围从零下40度到1100度 当这个画面 大部分的画面是呈现温度很高的时候 那它会开始闪一个警示 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时候 如果侦测到的温度超过500度 就有可能发生最可怕的闪燃现象 提醒消防人员要撤退 但电子仪器还是有可能当机失灵 险峻的火场里仪器只是辅助 最重要的还是消防人员的专业和经验 才能救援成功 大爱新闻张晋玲新红台中报道 另外一项大家也相当关注的意外 便是南方澳断桥事件 昨天两大任务终于完成 一是终于巡获第六位失踪渔工的遗体 交通部定案 每位罹难者赔偿抚恤金500万元 另外一项任务则是临时航道终于开通 被困在港内的800多艘渔船 终于能够出海作业 三天了 焦急的心终于盘来消息 却是第六具冰冷的遗体 深深一鞠躬 一路好走 好 这个谢谢这么多人的帮忙 谢谢 海军陆军不免不休场通下 海巡舰艇护航 渔船临时通道顺利试航成功 第一艘早上九点多安全出航 测试吃水深度 船只吨位数是必要关键 最重六十多公顿 航道位于桥面西侧 最后将预估宽度拉长到十二公尺 加上潮汐高低有落差 最大深度五公尺内都可通行 那所有的弟兄工作时 我们才装备不停机 人员轮排休息的状态之下 以今天早上五点钟 顺利把水下的障碍物 船者的清除掉 非常的辛苦 有我们的水下作业大队长 有我们的168舰队长 还有我们苏织部的指挥官 那另外我们大气海洋局的 来测水深的水文官 全力的投入 随着六具一体陆续巡扩 遗难者亲友心中的大石头 终于可以放了下来 而试航之后 如何再不影响渔民生计条件之下 加上还得处理水底下的船体 以及坍塌的桥梁 先后顺序依然是重要课题 紧急开会决议 交通部迅速定案 评估确认跨港大桥拱门重达500公吨 桥面1000公吨 以色安全用切割方式取代爆破 预定11月15号之前拆除完成 三年内发包施工 那这个整体的支撑作业 我们叫做临时支撑 它会在明天就全部完成 来确保我们在进行全面拆除之前 我们这个桥梁结构 不会再造成位移或是倾斜 海面有污和杂物清除也同步进行 至于外界最关心的 为何会发生这起意外 专案调查小组以及积极动作 要给社会彻底交代 大一新闻 小智杰 简缘级一栏报道 持续三天的搜救任务 刺激志工从开始到最后也不缺席 更因为这几天天气转为闷热 除了热食也备妥了绿豆汤 饮料还有甜品 要为大家补充体力 适时的补味做最佳后盾 好凉了 谢谢 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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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加进大把冰块 清凉的绿豆汤 消除大热天救灾的暑气 是有面还有碗豆 四季豆还有小黄瓜丝 精致菜色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搜救人员累了 就坐在一旁享用 从餐盒到水 饮料 甜点 持继志工进行准备 就是要慰绕现场所有辛苦的人员 天气太热了 担心大家都说这么热的天气 然后便当会吃不下 所以我们就想说以面食来代替 让大家可以吃饱 然后可以继续救援的工作 蹲在地上把回收整理的有条不问 为现场整理善后 这个是零食环保点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在这边出出进进 所以有一些吃的我们就顺手把它回收起来 我这几天都真的吃大家煮的饭 服务 好 谢谢 搜救抢通工作告一段落 慈继志工三天来进行服务 为意外现场带来饮食温情 大爱新闻 梁家明 宜兰报导 神父都会在他们身边 修女也是一样 那也给他们一些需要的协助 比方衣物等等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好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先帮我看我来给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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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台北的阳明山半山腰住着一位李奶奶 她喜欢到处东检西检 常年下来不止家里堆满了杂物 家附近更是被她堆得难以通行 慈激志工接获消息之后 是连同禁思谷队的成员 还有台北慈激医院的医护团队 一同上山要来为李奶奶清扫 可是这半山腰上 要把大量的垃圾清运出来 得靠长长人龙 连绵不断爱的接力 习惯家的垃圾清述 你需要留意 一样的垃圾清述 那边的垃圾清述 穿梅 如果我们要习惯家里 会不会变成垃圾清述 我们要习惯家里 都需要给我们习惯家里 我们要习惯家里 不习惯家里 你已經喘成這樣子了 太累了 這個樓梯真的太累了 到底那個阿嬤有什麼體力 可以這樣子搬回家 一天撿一個這個也會退出 這個阿嬤還是什麼 這一個冰箱不要 200幾個 以前他是在那個清潔隊工作 然後清潔隊當然會有很多的東西 他就帶回來這樣子 後來年紀大了 大概這樣子就是變成一種習慣 黑色是垃圾 然後這個麻布袋是嗎 會不會很重的 什麼東西啊 來 坐下 對 這個可以傳下去 拿回去 要當一個成熟的醫療照護者 他必須要整個知道他所招呼的對象 不是只有那個病 而是他那個人 那個人 體驗所有有關他的身心靈的部分 我們都要確確實實的去了解 才能提供最好的幫忙 太累了太累了 看到他們的生活環境 才知道說原來自己很幸福 然後也不用走這麼長的一段路 只為了要回家而已 不過因為老人家還是 很多東西捨不得 他沒關係 慢慢跟他溝通 我們會慢慢跟他輔導 因為後續還會繼續 繼續跟他關懷 把他要的東西 讓他過累 阿嬤 妳不要再求我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 好累 好啦 大家休息了 都不怕做這個工作的年輕人 今天這都二十歲做幼年 都拿妳的孫子 對嗎 妳不跟我們感恩一下 不要再求我了 感恩 妳給我們機會 對 給我們機會 醫療話題 台灣的捐血率跟著人口 同樣發生了高齡化的現象 原因是少子化 加上年輕人多半常熬夜 無法通過捐血的條件 導致捐血平均年齡 是落在四十歲以上 再加上近幾年 醫院的用血量大 所以您也常常看到 鬧血荒的新聞 因應這些問題 血液基金會預計 要將捐血年齡 從六十五歲鬆綁到七十歲 志工大師號召民眾熱血響聽 台灣去年的捐血率 大約是百分之七點五 名列全球第一 但近幾年醫院用血量大 從二零一四年開始 用血量從兩百二十二萬 上升到二零一八年 有兩百三十一萬 增加了百分之四 但受到天氣和生活型態 影響了民眾捐血意願 也讓血庫常常鬧血黃 大概是兩個最大原因 一個就是少子化 所以這一票人 是比比例上少掉了 那另外一個 就是捐成功的機率變低 所以很容易 你問他有沒有熬夜 有 不能捐啊 協業基金會統計 去年國內民眾捐血次數 二十一歲的年輕族群 平均一年捐1.5次 年齡越長次數越多 捐血量最大落在四十歲以上的 中壯年族群 六十五歲以上一年還超過三次 為了保障捐血員的權益 協業基金會打算放寬捐血年齡到七十歲 另外篩檢標準也會更變明 六十五到七十 每年一次體檢 有一次虛格就OK了 那另外就把男生的三次變成四次 所以一年可以捐到一千七七 一般來講 六十五歲退休嘛 如果身體保養好的話 可以持續捐到七十歲 是這樣 我感覺這蠻好的 到七十我覺得是可以 因為現在退休年齡都往後 那我想每個人身體健康狀況 應該沒有問題啊 醫師表示一般捐血者 對自己健康都相當要求 未來只要經過醫師評估紀錄 就能捐血 預計年底開始試辦 讓熱血能延續助人 《大愛新聞》 台灣傳統市場特有的風景 那就是人手好幾個塑膠袋 北市府擴大減速行動 從10月1號開始 在12個傳統市場的入口處 設置了環保袋的循環箱 讓民眾可以免費領取 也鼓勵您可以把家裡多出來 用不上的環保袋給帶過來 讓減速循環不中斷 三個月之後要檢討成效 如果效果不錯 未來將會擴大辦理 袋子 袋子 又是袋子 走進傳統市場 只要採賣幾乎商家 都會給塑膠袋 每人手上有多個塑膠袋 隨處可見 前代減速風潮 也吹進了傳統市場 北市府從10月1號開始 在傳統市場建置了 這樣的一個環保袋循環箱 如果民眾忘記自備購物袋 就可以從這裡拿走一個環保袋 循環箱上的取用處 裡面的環保袋 都已經經過紫外線消毒 乾淨的環保袋貼有市府的標誌 方便便室 也希望民眾用完 能夠再歸還回流 也要宣傳啦 因為你沒有講的話 他們也不知道說 外面有那個環保袋可以拿 那不錯啊 有需要的人拿走啊 計劃說就是這幾天要廣播 廣播讓攀山告訴消費者 那有那個多餘的 就要請他帶過來 目前在北市的12個行政區 各選了一個公有市場建置循環箱 並鼓勵民眾捐出多餘的環保袋 幸福有禮之所佔 一代換一代的服務 就是民眾可以將家中不用 的一個環保袋呢 拿出來 跟我們這個兌換 我們的專用垃圾袋 那這樣子呢 可以讓我們家中的環保袋呢 能夠活絡起來 政府持續推動塑膠減量政策 也希望民眾貢獻一己之力 熱情響應 大愛新聞葉宜玲台北報導 國際新聞 伊拉克爆發全國性反政府的 示威行動衝突不斷 到目前為止 已經造成至少34人死亡 超過600人受傷 當地政府因此宣布 首都巴格達 從3號凌晨開始實施小禁 畫面中可以看到 示威民眾在馬路中央燃燒廢棄物 現場更是槍聲四起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和南部多座城市 1號開始出現示威人潮 他們要求政府改善失業率 還有公共服務 警方是開槍以及使用催淚彈 試圖制止民眾 結果造成嚴重死傷 全球空物問題越來越嚴重 這幾天在越南河內 PM2.5指數是嚴重超標30倍 達到非常不健康的等級 而歸咎原因還是跟人為因素 脫不了關係 農民常年的依賴火耕 還有使用燃煤發電 都是空品惡化的元凶 整個天空霧茫茫 幾乎看不清楚河對岸的景物 越南首都河內 最近幾天空氣品質 拉警報 PM2.5 每立方公尺 竟然超過300維克 達到非常不健康等級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定的標準 PM2.5不能大於10維克 才不會危害人體健康 但是河內的指數卻超標30倍 當地最近雨量少 加上農民火耕 以及使用燃煤發電 都是讓空氣品質惡化的元凶 當地政府發布空污警告 預計未來幾天空氣品質 仍然會比較差 尤其是清晨和夜晚 呼籲民眾減少戶外活動 保護好自己的健康 大愛新聞旅方編譯 馬上農民火耳 也有充足 五百分之二 馬上農民火耳 旅門外活動 也有充足 大愛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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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衛 竈衛 都旅行 有ierte 英国艺术家班克希的油画作品《下放国会》 把英国下议员出席的议员通通都化成了黑猩猩 讽刺他们在民主殿堂争论不修的模样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